大家好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数据在Blog网站 账号注册和登录方面的应用 这节课将接着完善一下发表文章和展示文章的功能 发表文章这个功能相对比较简单 也就是我们点击send的这个按钮 发送一个post request 那么后台会有一个handler的class 在post的方法里面去处理这个send request 我们稍微看一下send的话 发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request 很好 也就是post 我们看一下post url印识到哪个方法 现在可能还没有 好 好 好 我们限定只有登录了的用户才能够去发表文章 用户已经登录意味着我们可以从Cookie里面拿到用户的信息 稍微对用户的信息做一个判定 如果用户为空或者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个用户 那么要求用户去登录 否则就把用户输入的文章存到DB里面去 很小的招有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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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在这里因为我使用了tolado.web.authenticated 那么我就必须在本class里面必须有一个getCurrentUser方法 我们可以在本类里面加一个getCurrentUser这个方法 也可以做一个G类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post一个message的话就应该是把title和message都存到db里面去 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对于response里面写了一些内容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redirect之类的 这个大家在自己写网站的时候可以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在首页去显示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首页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首页里面的博客的内容的话 实际上是一些写死的字符串 然后有一些重复的内容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写死的重复的内容去掉 用从数据库里面取出来的数据来代替 我们稍微来写一下模板 这应该是title Esc 表示对取出来的数据自动转移 我们这种写法意味着entry将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把其他重复的内容都删掉 跳回到后端代码 我们刚才改写了index.html 并且加入了一些对后台数据的操作 那么我们在rende index.html的时候就必须要提供这些数据 是否就有些重复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终于几个半达就能够付出 字幕提供 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完善一下我们的映射规则 就是把index.html 在这里加一个信号 表示说不管是首页有index.html或者是没有 都是由home handler来处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显示效果 刷新一下首页 刚才我发表博文的时候用的用户是test 时间是23.22 那这么一来我们的博客网站就初步成行了 讲到这里数据库应用的内容就差不多已经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Talado教程的重头系 IOE部 那么这节课还剩下一半的时间 为了让大家对E部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个Talado自带的官方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聊天室 原码的话可以在Talado的原码demo chat下面找到 我已经把这个例子运行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聊天室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开了两个页面 刷新一下 这边写你好 那么这边这个页面就显示了你好 我也很好 两个页面之间 浏览器只是负责把这两个页面渲染出来 这两个页面本身是不能够互相通信的 那它是怎么做到实时保持这个连接 进行这个通话的呢 首先观察一下这个网页的行为 我们看到我刚才发送3的时候 后台是发送了两个请求 一个叫new 一个是updates 点开的话可以看到request的url是 127.0.0.188888aMessageU updates这个是127.0.0.1888aMessageUpdates 我们看一下后台是什么handler 在处理这个request 好很简单 第一个mainhandler就是我们刷新这个页面 所进入到的方法 应该是在mainhandlerget的方法里面去处理 requestindex.html 这里的index.html也十分简单 就是把message如实的把它在页面上显示出来 然后重点是messages等于globalmessagebuffer.catch 这样一个变量写在模块里的话 就表明在这个模块只会运行一次 在这个模块里面是一个唯一的变量 那么这个catch的话是一个list 在每次发送新的消息的时候 message就会添加到这个catch里面 所以我们访问mainhandler可以看到所有的消息 好接着看new newhandler 后台在发的时候都是post 看一下post的方法 发送一个消息也比较简单 就是构建一个message 给它创建一个ID 把我们的输入框里面的内容取出来 然后构建一段html 再把它写回到页面 同时把这个message也加入到globalmessagebuffer的catch里面去 大家注意到上面有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这样介绍的官员义部的future future这个概念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容器 for future in self.waiters self.waiters里面的内容是resultfuture 也就是future这个实例 而future这个实例是从plado.corecurrent里面import的 好话说回来 future是一个用来放result的容器 关于future比较多的操作是放在messageupdateshandle里面的 也就是页面怎么样去自动的获得最新的消息 不需要刷新 也就是说它这个链接是一直保持的 我们看一下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们刚才刷新页面的时候 大家看到 它实际上已经发送了一个updates请求 这个是在哪里写的呢 是在这个js里面 这个document ready 然后update pull 然后这个pull的话里面就发送了一个adjax的updates请求 所以这个updates的调用一定有一个开始 也就是我们手动去打开网页 然后后面的update都是自动的了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post的方法被gin.coroutine这个装饰器装饰了 然后cursor等于self.getargumentcursor 这个是从前端页面传过来的一个message的id值 然后self.future等于 globalmessagebuffer.waitformessages 这一句代码就是生成一个future 并且把这个future加入到messagebuffer的waiters里面去 然后message等于yieldself.future 这也是一句相当关键的代码 实际上一个请求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返回了 但是我的后台还保持着连接 这就是所谓的异步 就是说它并没有在用户这边主色 用户在等待别人的输入的时候 他也还可以输入别的东西 很好理解就是这两个页面 现在都在等待对方去输入 但是同时他们两个也可以 去发送一些消息给对方 他们并没有卡在一件事情上 秘诀就是在这句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yield这个self.future之后 这个方法就已经返回了 用户现在可以再次输入 但是呢 当future得到了它的结果之后 它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把Messages写到Response里面去 因为新建一条Message和UpdateMessage 而且都是阿贾克斯的请求 所以页面也不会有任何的刷新的动作 所以就达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了 聊天室的效果 那么今天关于异步的课程呢 一个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yield 为什么yield可以立刻返回 另外一个就是future 下一节课将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进点coroutine和future 怎么样构成了一个异步的方法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